过年的时候 最兴奋的莫过于小孩子们 不但可以穿新衣戴新帽 而且还有红包可以拿 就这么蹦蹦跳跳的 又过了一年了 记得那时过年一到 隔壁写的一首 人人称赞好字的王伯伯 总会写了好多春联 分送给大家 有春 满 财 福 六处兴旺 等等的任君挑选 我们一群还未试字的小矛头 总是抢先的拿了一叠回家 然后呢 煞有介事的贴了起来 最后呢 也总是会听到母亲的 吆喝声此起彼落的响起 因为六处兴旺 就贴在她床头上 而满字呢 则贴到厕所去了 这真是个糊涂又欢乐的童年啊 欢迎各位收看今晚为您安排的 今宵花月夜 好 中文宵花月 中文宵花月 我也许可儿 做火 當你依然年輕而我已經憔悴 夢裡四月一半是腳一半死者 怎麼能讓這往事重演 這世間的長年百轉千回 一幕幕相演卻又一幕一幕改變 這世間的長年如昙花一閒 當曲中人散你我主題無緣 喜留的讓我一個人流淚 這世間的長年百轉千回 這世間的長年百轉千回 一幕幕相演卻又一幕一幕改變 這世間所有的長年如昙花一閒 當曲中人散你我主題無緣 我主題無緣 喜留的讓我一個人 一首歌曲或許是一段故事 一折辛勤的寫照 張浩哲的世間纏綿 唱出了人世間多少的情 也唱出了屬於他粗獷中的柔情 歌壇求染客張浩哲 在他那一臉溢於眼表的豪情之下 卻包含著一顆細膩溫柔的心 他的嗓音沙啞中帶有雌性 溫柔中更見深情 感傷源自於他的滄桑 多情源自於他的細膩 他在演唱時總是全心地投入 渾然忘了 聽他的歌也就不自覺地 沉浸在他的音樂世界 陶醉不已 心裡太多哭太委屈 酒痛快苦衣 Entwick唱 说他对你好对你疼眼神中却迷惘 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 或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 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 他又真的是谁几次承诺过那些话 说的没有错 为相爱的人受邪苦又何妨 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 却不会像尖风冬飘夕荡 在温柔里流浪 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忘 孤单单看不见幸福回来的方向 感谢观看不见 感谢观看不见 心里太多苦太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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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你疼 眼神中却迷惘 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 或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 但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 他又真的是谁几次承诺过那些话 说的没有错 为相爱的人受邪苦又何妨 他还不爱你 想一想再回答 好男人不会让醒来的女人受一点点伤 绝不会像尖风冬飘夕荡 在温柔里流浪 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忘 孤单的看不见 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 好男人不会让醒来的女人受一点点伤 绝不会像尖风冬飘夕荡 在温柔里流浪 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忘 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 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 通过文学家王炳君说 故乡故乡是什么呢 所有的故乡都是因为异乡演变而来 故乡也是祖先们流浪的最后一战 但对后代的你我来说 故乡却是流浪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乡愁似韵》 品尝香愁是一种苦涩的幸福 毕竟远去的是空间 而拉近却是时间 连结到了 以您多年烹饪厨艺上的研究 可否为我们国内的朋友来介绍一些 一个中国各地方的风俗的家乡菜 按照我们北方的习俗来说 这个二十八把面法 二十九把油走 就是说把油走 就是炸丸子 炸鱼 炸东西 准备那些油炸的东西 那么二十八把面法 就是二十八的农历二十八 要把面发好了要做波波 要做波波 平常我们北方人吃馒头吃什么的 那么这个以面食为主 但是过年的时候要上贡 要拜拜 对 还记住 必须要做一些很大个儿的 而且擦了红枣的馒头 那个就叫做波波 因为擦了枣 所以叫枣波波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枣波波 在这里 那通常一个波波 要一斤半到两斤重 两斤重很大 而且一摞要五个 算是一摞贡 通常要两摞 两摞就是十个大馒头 那有的拜天爹 有的祖先 所以一定要做很多很多的枣波波 那么这个枣波波 平常日子没有人家做 没有人家吃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为了喜气 也为了好看 所以大馒头上要擦红枣 是 那么这个考验一个家庭主妇的功夫 手艺 有很多就是看这个波波就知道了 就可以感觉出来 看他这个揉面的功夫到不到啊 或者说他这个茶枣子做这个鼻子 鼻子的这个手 瞧不瞧 瞧不瞧 这是北方的一个必需习俗 是 那么对于台菜来讲 您有没有也有没有也去研究 台菜啊 有台湾的朋友嘛 那么过年大家来往以后呢 就谈起来 那么他们说呢 他们这个过年的夜晚 一定要吃这个常年菜 常年菜 还有这个家里要买了萝卜 回来是好彩头 对对对 那这些习俗呢 还有供蜢啊 蜂蜢是翁莱 药蜢莱 对对 那这些习俗呢跟北方完全不一样 那北方呢就是做水饺 水饺呢不叫饺子了 那时候叫它是冤宝 叫冤宝 朋友来了请她吃 当然是喝酒了吃菜了 最后呢来个火锅 有的时候呢下这个冤宝 饺子出来呢 就请吃冤宝了 那么这个冤宝也是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过年的时候呢 二十九差不多 下午就開始包 包這個冤寶有的時候包幾千個 也是放到外面的缸上 先給它放在這個 這個叫做高粱的 這個壁子上放著 送到院子裡大概半 一個小時吧因為天冷 零下二十度三十度的話 一下子就接凍了 那麼窮口就倒到缸裡頭 這一缸裡頭有好幾千個水餃 這樣有客人來的就拿個幾十個 去煮 吃元寶 做水餃的工作也是 平常日子我們可以不幫忙 這個時候要幫忙擀皮子 幫忙揉面 這個是在過年的時候 家庭女孩子 需要人手的時候 都抓來幫忙 做這些揉面的工作 大陸好像要走遍的話 其實也不用去走遍了 在您的食譜裡 就可以看到各省各縣各市 而且我的食譜裡面有很多是 不屬於哪一省的 還有的中口 是我自己的創意的菜 台北市也找不到 菜市真的是變化無窮 我現在已經4800多道了 還沒有重複過 今天非常謝謝佛拉姨 在忙中抽空來的節目中 那麼最後想請您給我們唱首歌 好不好 我不曉得我會不會唱得好 那我喜歡的一首歌呢 就是初戀女 初戀女 初戀女 最原始的是周璇唱的是嗎 我不記得最原始是誰唱的 我走遍茫茫的天涯路 對沒有錯 我望穿遙遠的雲和樹 多少的往事堪重數 你呀 你在何處 你呀 你在何處 我能問 你愛人的眼睛 我知道 你那沉默的情意 你牽引我到一個夢中 我卻在別個夢中忘記你 啊 我的夢和遺忘的人 啊 受過最粗祝福的人 啊 受過最粗祝福的人 很好看 很好看 各位今宵花月夜的朋友 我是林波 我在這裡祝大家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花大財 共喜共喜 祝福各位觀眾 一元富時 萬象更新 Happy New Year Everybody Have a wonderful year 今宵花月的觀眾朋友們 我是祈鈺 新年又到了 在這裡我祝福大家 心想事成 在今年裡面身體健康 沒有垃圾 在心靈裡面沒有垃圾 恭喜 恭喜 我是杜德偉 恭喜大家新年發大財 財多生子更不弱 賺到紅包全部都給我 恭喜 恭喜 今宵花月的朋友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很高興 新的一年又到 希望這個節目能夠 越做越好 然後所有的朋友 透過這個節目能夠 聽到很多好聽的歌曲 當然主持人的歌曲也不例外 這個祝福主持人呢 除了在事業上 在愛情上都能夠順順利利之外 在其他方面 各種運氣都能夠大巴力士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你知道什麼運氣嗎 我是司馬忠元 僅在這裡向今宵花月夜的 廣大觀眾朋友們問候 希望在新的一年裡邊 大家都欣賢似誠 富貴康強 謝謝你 嗨 大家好 我是欣曉琪 一年容易又新年 哇 真是太快了 怎麼搞的新年又到了 嗯 好吧 那我就先 恭喜恭喜發財囉 可是我想呢 很多很多的話呢 一定呢 很多人都講過了 然後呢也住啊 也住過了對不對 然後什麼都弄過了 怎麼辦呢 好吧 那我就祝你 多收點紅包 然後收了紅包 就可以去 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啦 或者是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呢 如果你沒有收到很多紅包呢 怎麼辦 好吧 你來找我吧 不不不不 當我沒講過這句話 OK 大家恭喜發財 吃一碗粥 喝一杯茶 要能真切地感受到 粥和茶的真滋味 說起來簡單 其實不易 大概有些人的舌頭太刁了 失去了平常心 在人生的過程中 懂得珍惜自己所有 以平常心看待一切 就是幸福的人 就是幸福的人